大家知道在瑞士生活公司可以挣很多,但是生活也很贵 然而它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贵 在瑞士生活十年后,我总结了一套很全面的九个聪明人省钱大法 能够让你每月节省开支,达到长期积累财富的目的 第一,最大化,减税申报 瑞士和欧洲其他邻国相比,税数已经算比较低的了 但是缴税仍然是每个瑞士人开支的很大一部分 尤其是当你收入很高的时候 如果你能最大程度的减税,那么你的余生每个月都会省钱 为了减税,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开一个个人养老保险账户 就是所谓的3A Pillar 调查显示,每个瑞士人平均都有两到三个3A账户 对的,开户数量是不受限制的 不过你也不用开那么多 本着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原理,两到三个是够用的 2023年的3A Pillar总能度是7056瑞朗 这个数字每年都在涨 去年总额度是6883瑞朗 如果你能在每年的年底把这个账户填满 那么这些前7056瑞朗是不用缴税的 直接能帮你省下25%的税相当于1700瑞朗 但是这个百分比是变量 根据你报税年薪百分比来计算的 很多保险公司跟银行都提供3A Pillar开户 告诉大家一个诀窍 一定一定要选择一个费用低的 因为这个账户是作为长期账户一直用到你退休 较低的费用能够帮助你节省很多钱 那么到底该选哪个最好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留言 人多了我就另看一个视频仔细的讲讲如何选择一个最便宜 并且回报率最高的3A账户 你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纳税申报单中扣出所有你能扣除的东西 比如你在工作时的餐饮开销 通勤费用 职业培训成本 额外的健康保险 赠予父母的金钱补助 等等 还有很多选项根据个人情况不同 申报项目也不同 在减税方面你还可以做的第三件事 就是给你个人职业养老保险里资源充钱 就是所谓的second pillar 这个方法适合收入很高 刚跨过新一级征税线的人群 关于瑞士养老保险体系的三个pillar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 可以帮助你充分理解三大支柱的区别 大家最好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以后肯定用得着 省钱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定期更换你的医疗保险 在瑞士的生活开支里 每月能有10%到20%的钱花费在医疗保险里 医疗保险是每个人必须要交的 没有办法阻止他每年涨价 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维持市场最低价格 由于这是一笔可观的每月固定费用 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首先你需要确保使用正确的免赔额 许多人仍然在使用300瑞郎 跟2500瑞郎以外的免赔额 但是只有这两个免赔额才有意义 要么300要么2500 那么到底要选哪个呢 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黄金定律 大家可以做好笔记哦 如果你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估算 每年医疗费用上的花费会超过1900瑞郎 那么就选择300的免赔额 如果小于1900瑞郎 那么就选择2500的免赔额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2500瑞郎的免赔额是最佳选择 如果你打算明年怀孕生子 或者是可能要做手术 那么还是选择300的免赔额 和额外的附加健康保险 如果你要问我这个1900的门槛是怎么来的 这是瑞神自己总结出来的 确实有个公式可以计算 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搜 然后你还需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在每年11月30日之前 定期更换基础医疗保险 事实上同一个保险公司的 同一个医疗保险价格每年都在变化 一年最便宜的保险明年可能是最贵的 我今年就没有时间仔细的研究对比 结果我的保险在2023年每个月悄悄上涨了30瑞郎 如果想省钱就必须要做出努力 花时间分析比较 省出来的钱也是你自己赚到的 那么我在评论里会把最常用的三个比价网站列出来 大家可以保存一下 你肯定用得着 省钱的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在每年黑五之际更换电话跟网络合约 不管你什么时候签约的电话和家庭网络服务 一定要把节日期控制在每年的11月底 因为每年黑五是各个电讯公司 集体写评刹价抢客户的时候 打折力度至少是50%以上 去年黑五的Salt的电话套餐呢 三折就可以拿到 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提前六个月 也就是每年的五月底之前 要跟现有合约电话公司解约 一般解约70提前六个月 每个公司规定期限有所不同 他们一定会百般阻挡你解约 并且会打电话给经理 申请特别优惠给你 我劝你不要接受 因为再打折也没有每年的黑五打折力度大 省钱的第四个方法 不要看电视 对的 不要看电视 如果你刚搬来瑞士或者搬家 先不要申请家庭网络服务 否则会收到瑞士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收费 一个叫做SERAF的机构发来的账单 金额每年365瑞郎 这个账单就是所谓的广播电视收视收听许可费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涨价 所有拥有可以接收电视广播节目功能设备的人 都有义务缴税 包括可以连接互联网的设备 例如电脑 不用缴税的是在联合国 或者大使馆工作的拥有豁免权的家庭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们家就避免了这个支出 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安装家庭网络 全靠手机的5G共享 瑞士政府向民众征收电视广播费的目的 是为了支持电视台业务 让电视台媒体能够继续存活下去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通过电视台看电视了 网络电视咨询新闻随时随地都可以找见 网络自媒体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我觉得电视台是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东西 而瑞士政府的这项做法 有点变相反对通讯科技进步的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一不小心撤远了 虽然我也在每年交纳这项费用 不过对于刚搬来瑞士的朋友们 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这一点 言归正传 省钱的第五个方法 那就是选择省钱的银行 大多数刚来瑞士的朋友都会选择大银行 比如瑞银 UBS 瑞士信贷 Credi Swiss 瑞佛森 High Pfizer 瑞士邮政银行 La Post 好处就是方便 到处都有据点可以提现 坏处就是很高的服务费 我目前的银行是UBS 服务费很高 境外付款的手续费高达1.75% 再加上汇率转换费用一点都不划算 我在三年前开通了 Nio这个数字银行账户 什么都是免费的 境外支付也没有手续费 汇率转换费用也是相比各大银行最低 我用Nio加VICE这两个APP 实现了国际账户之间完全的转账免费 想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多的话呢 我就另开一个视频详细解释是怎么操作的 除了超低的手续费 Nio的最大好处就是一切都在手机上 费用透明方便管理 遇到问题客服邮件回复 也都在24小时之内 我的下一步省钱目标呢 就是在今年会慢慢的关闭UBS 全部都转移到Nio上 我今年也入股参加了Nio的众筹 我个人很看好这个平台的发展 Nio的存在彻底打破了瑞士传统银行系统 成为了瑞士第一家免费的涨上银行 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瑞士银行是Migros银行 也就是那个超市银行 如果账户存款超过7500瑞郎以上 那么也是免服务费的 瑞士生活省钱的第六个方法 就是如何在伙食上省钱 瑞士主要有两大超市 Corp和Migros 还有廉价超市 包括德国的两个Lidl跟Aldi 还有Migros旗下的廉价超市Danner 平均而言Lidl跟Aldi比Corp跟Migros便宜50% 但是每天下午5点开始 Corp跟Migros有很多食品都会贴上半折或者七五折的标签 因为最佳使用日期快到期了 如果你在每天下午6点的时候去逛这两个超市 可以收获不少打折的食品 很多当日到期 最好当天使用 也不用买太多 也不浪费粮食 也最佳 第七个方法 善用Too good to go 在瑞士餐厅两人晚餐带酒水 基本超过100瑞郎 如果每顿能够自己做 那当然是最省钱的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手机APP叫Too good to go 能够帮你以三分之一的价格吃餐馆 瑞士的很多家餐馆都已经和这个APP合作 在餐馆关门之前 没有卖掉的新鲜食物 会在这个平台以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售 早中晚餐都有 你只需要在APP上预定 规定时间的领取就可以了 而且可以收到很多惊喜 第八个方法 在交通费上省钱 现在油价太贵 在交通上省钱 当然是避免开车了 如果需要开车 你可以用一个APP叫做Black Black Car 跟别人拼车 从苏利市到周边临近国家都可以拼车 比如去法国 斯塔斯堡 德国穆尼黑 斯图加特 印太利米兰等 价格比坐火车要更便宜 是提前安排好出行日期购买Super Saver Tickets和Day Pass 前者可以便宜到三折 缺点是日期跟指定列车不能修改 如果行程中有多次换车不建议购买 如果一趟车晚点错过其他车 那么这张票就不能用了 或许你可以跟售票员协商通融一下 后者的这个Day Pass 比较适合在一天内往返远距离形成更划算 瑞士生活省钱的第九个方法 就是免费的瑞士采摘网 我会把网址放在这个评论区下方 这个网站地图上标出了免费采摘各种水果蔬菜的地点 只要一到季节 你就可以结合徒步野餐加采摘 真的是一项不错的户外运动 我很喜欢这个网站 每年三到四月都能采到一大堆野韭菜 回家包韭菜鸡蛋饺子 还能找见草莓 苹果 蓝莓 蘑菇 芒粒子 薄荷 迷迭香等很多物种 强烈推荐给大家 请保存好地址哦 好了 总结一下 尽管瑞士是一个物价高昂的国家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话 还是可以省钱的 当然有些事情需要付出一些精力跟时间 比如更换一个新的银行账户 但是每年更换医疗保险跟电话并不困难 真的可以为你省下一大笔钱 存钱是必须的 提高储蓄率 有助于帮助你实现财务目标 在这里我再重申一下 我说的不是过度节省 但是我们要保证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都要花得值 也不能因为过度省钱 就减少社交 或者减少旅行 减少学习教育的预算 相反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所省下的钱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更重要的人生目标 说了这么多 很感谢你花时间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类理财视频 请收藏点赞 转发订阅 YouTube大数据会根据你的观看 习性推送给你类似的主题 我是瑞士小夫婆利亚 我的频道是关于个人成长 培养财商 投资理财 赚钱存钱的频道 每周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些 我时间过的技巧方法跟小知识 希望能跟大家在一起支付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